哈囉大家好,我是吳正迪 我常常在國小的時候有參加一些相聲表演 或者是演講比賽 對,然後其實去參加魯編發 每天過小的世界都很高興 他推薦我說他看到電視上有試鏡 可以去試看看,很開心 這一次對我來說 比較好的是我們比較可以溝通 然後因為所有演員雖然有些沒有合作過 可是我們都是同學校的 然後又是同科系的 所以我們溝通來講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飾演兩位老師像林宇軒跟許仁傑 我們在拍之前我們就是也都認識 然後感情都很好 所以故事都會說 碰到那一段時間都會說親父親 我的青春,國中高中都在聚校裡面度過 可以說起來是蠻單純的 就是你在學校練功,然後上課 然後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也沒有特別的叛逆 所以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生活 其實我剛開始是非常興奮的 但是進去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因為我覺得,天啊 這個表演跟我想像的表演怎麼不一樣 對啊,哪一種表演就是 那些好表演啊 你們是朋友啊,親親放棄啊 可是不一樣,我們在學校還要練功 就是每天流汗,然後還流眼淚 眼睛看著前面,正視前方 哭啊 我小時候好愛哭啊 每天跟家裡的人說我要轉學 我要離開 我覺得這是地獄 我們有個名詞叫做打通堂 就是 直到我們在上課,在練功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犯錯 老師隨便跟我們說,這是團體生活 他們會拿那種白蠟感 或者是我們有一種是練功用的刀劈子 是主做的 然後就打 打完你屁股都會有那個印記 所以叫全部的人 道理 就是我們甚至會拿頂 然後拿頂 老師沒有說下不能下 我們可能甚至有到十分鐘 學校老師他們那種打 都是有理由的打你 可是對我們來說 高中的學長就算大學長 他們只要往這邊指走 哪流黑滴滴片 哪流黑滴片 這樣過去 就故意避開 我以前還遇到那種 學長可能會說 他半夜肚子餓 想要去旁邊找外地吃泡麵或什麼 你要想辦法去把它買 晚上沒有辦法離開學校 所以你要用翻牆的方式 還不能被老師抓到 因為被老師抓到就是 你要自己扛 然後 我聽過很多學長 他們可能就是 要買好幾百塊的東西 很多很多東西 只給你二十塊 直到看到你 你可能有這樣的學長好 他覺得你的表情不對 或者是覺得 你講話沒有語氣 你那個是一個 沒有禮貌的感覺 他們就會為了這件事情而 而動手 會做一些打或者是 懲罰 因為早期呢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在怕 甚至 我聽說早期的老師 教官 都怕學長 我聽說 其實沒有練功的時間 老同學 還是打打鬧鬧 還是很開心 可能有某種的辛苦 有什麼辛苦 就要練功 要做戲 所以 如果 配給好高的好爽 記得就是 拖書拖書拖書 其實很多大人都這樣講 就是 你要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但其實對 年輕的時期我們 我們根本不知道 我們只是要玩樂 所以我覺得 你大可以 盡量的嘗試 多方面的東西 剛才說 早晚在結婚的時間 你唱到最多 你就可以寫了 沒有健康 對我來說是輕鬆油的 就算說 你今天在結婚 不會 親密不會失敗 也會成功 沒有鬆油 很有趣啦 這就是 青春嗎